今年的烟花生意到底有多乱 一直加特里 湖南流洋竞价20 转手就卖200 10倍的利润多可怕 所以很多人都在说 哎呀 董事晚了 早知道我也去卖 但我告诉你 看上去好挣钱的生意 其实门槛反而会更高 烟花这个品类 跟很多行业都不太一样 它的成交 MZ90来自线下和私域 而且法律规定 做这个生意 不是你想做就能做 你得有烟花爆竹 进行许可证 一般来说 一个城市最多就50到100张 所以很多人 连入行门槛都没有 你拿什么挣钱 我告诉你 今年在这个行业 挣到大钱的 都是老油条 为啥呢 因为烟花解禁这个话题 从12月就开始持续发酵 不信你就看 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热度指数 烟花爆竹这个关键词 在一路上升 所以人家是提前预测到了这个风口 从12月甚至11月份 就蹲在流洋扫货 那扫完货 你以为他们要拿去卖 其实并不是 他们把货直接放在流洋 等着下一轮的经销商前来收购 所以从始至终 第一批货压根就没有走出流洋 他们挣的是差价 真的就是躺着把钱给赚了 至于你看到的那些在朋友圈卖 已经属于这个行业最下层的玩家 而且容易承担法律风险 所以没有哪个行业 是真正容易挣钱的 他们在背后做的数据分析 和政策预测 你根本没看到 更多有趣知识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